安利杯女子撞球賽 向來是被稱為最美麗的一場戰爭 那麼選手們除了皮球技之外 穿著打扮當然也是另類的焦點之一 那究竟大眼妹周澤宇和小魔女金家印 她們的裝扮是不是有特別花心思 透過鏡頭來聽聽看她們怎麼說 比賽前還可以化上美麗的妝 這大概是女子撞球選手的特權 身為本屆安利杯八強唯一的我國代表 大眼妹周澤宇在化妝師的巧手打扮下 準備亮麗出擊 其實我都比較固定是 但是保全的整個位置較薄 然後看上去是有做什麼 因為我把化妝器 就把我的髮質去手 把我的髮質還不穿 因為我給她那個睫毛是比較好的 所以基本上它不太會有重要的感覺 對 戴上去其實感覺是跟沒戴一樣 我的那個臉超瞄準的方向吧 可能跟別人不太 我臉抬得比較高 所以眼睛擋不到 所以我覺得OK這樣 12年的時候 是穿黃色的那件 然後昨天他們就開玩笑說 你明天要不要再穿一次啊什麼的 可是我就還好 因為我就是想說 因為今天天氣也比較冷 所以我就穿比較保暖的衣服 對 我就沒有特定要穿哪一件 而另一位常常火辣出賽的 南韓小魔女金家印 決賽這邊又以一身的黑淨裝 信大家目光 我花大概一個多小時吧 正常都是會花到一個多小時 場地比較熱的時候 我可能會就是穿少一點 場地太冷了就沒有辦法 就這樣子 上次有在跳舞表演 那時候就是因為跳舞的表演 就是要做得比較花一點嘛 比較多一點的這樣子 然後就沒有時間去卸而已 由於撞球這項運動 對於服裝的限制比較自由 再加上安利盃一直以最美麗的戰爭 來吸引球迷的關注 也讓選手們可以憑著身上的裝扮 營造出鮮明的個人形象